在前两集的节目里呢 我们走进了布朗山 品尝到了香气四溢的班章珀尔 又来到了摩罕口岸周边的这个丛林小道 修桥补路 探寻到了一个非常静谧的小湖 还有呢 就是老兵非常精彩的往事 真的是让我一晚上都稀释不一 而在这一集的节目里呢 老李他们出国去游览了 跑到老窝去了 而我呢 将驾驶着一台越野摩托车 穿过原始雨林 去了一个汽车 根本到不了的地方 离开山中之后呢 我们又回到了摩罕 这儿呢 是西双版的最南边的一个开放的口岸 原本呢 我以为在这儿会有很多两国的边民 还有特别特别有意思的集市 结果呢 却是被建设的跟一屋的小商品市场一样 规范倒是真规范 但无聊也是真够无聊的 卖的东西呢 也都是普普通通 没有什么稀奇的 绝各地地 根本就是 ут圆 卡加PS 孟均 袁哥怎么样 感觉悟ně这个地方有意思吗 蒙羽这地方有点太小了 这是一个口岸我要омина 十八糟的市场 没意思 那要不然咱们到那边跟那边 看老婆去逛逛 那边就不去了吧 我看了也没什么新鲜东西 那地儿比咱们这儿穷 所以就没什么太难意 我都已经几千公里都到了 而且那边呢 是吧 那边有很多好吃的 好玩的 肯定不贵 没事 我已经做过功课了 别忽悠了 我就不去了 去玩好 我呢就先自己在这边 找找其他项目玩一玩 OK 好吗 玩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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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安全 好好好 注意安全 那你一直照顾好自己 放心 放心 玩开心 玩开心 拜拜 拜拜 那我带吃姜子吃辣子去 哈哈哈哈 擦 其实是他们因为我护照 被拿到 那个德国大使馆 做申根签证去了 因为这个月的月底 我可能还要去到那边 给大家做一个 沃尔沃的评测 啊 其实我怎么还是挺想去的 因为那边有很多 什么这个掌啊 什么那个鼓啊 什么这个那个的 还有这个呀 都会有一些 虽然也是被禁止的 但是那边管得很松 但是能掌掌见识 这点还挺牛逼的 算我自己多少笑了 哎 张哥 哎 您在磨汗的吗 嘿 太牛逼了 我前两天不是听您说 呃 这边有那个雨林穿越比赛吗 然后您这趟上来拉了几台摩托车呀 哎呦 太牛逼了 给我准备一台 给我准备一台 我这就过去找您 那个我们同事他们都奔了 那个老沃了 那种湖地我都不去了 我决定哎 跟您咱们穿越一下雨林 这事比较靠谱 好吧 行行行 我这过去这过去 一会儿见啊 一会儿见一会儿见 我这闲逛了 老沃这边的法律要说对野生动物的贩卖呢 理论上也应该是禁止的 不过不知道是监管不力呢 还是什么原因 在一些集市上竟然摆放着据说是老虎穿山甲 鹿猴子等等这些野生动物的皮毛 甚至骨头之类的东西 而且更夸张的是呢 还有活的眼镜蛇和风猴 看着这些小动物非常迷茫的眼神呢 我真的是不想对这些事做任何的评价了 不过要必须说明一点啊 就是不论它们是真的还是假的 总之这些东西呢 你要是敢给带回国内去的话 那后果可就是相当严重了 除了集市之外呢 老李还逛了逛那边的车行 而有意思的是呢 他在那边还见到了木马人的祖先 大名鼎鼎的威利斯 而且呢 还是各种版本的威利斯你受得了吗 这一下我们这位爱车如命的老李同志呢 可真的是兴奋的无法自拔了 你看我们这次来也都有缘分啊 我们今天开着木马人来 然后能够看到木马人的这个咱们说的祖先 对吧 那么这个呢就是当时呢 在这个二战时期呢 我们也就是说最具有传奇性的那个威利斯 也就是吉普 那么呢他这个这台呢 是由福德公司生产的 那么他的这个编号叫GPW 那么为什么他叫GPW呢 是因为他要跟这个吉普公司生产的威利斯 他们要有所谓的区分 这个车在当年的一共生产的数万 一共生产数万 他们其实他跟吉普威利斯的图纸 他是共用的 包括他的发动机 包括他所有的这些 这个外观驾驻一样 只不过是由不同的公司生产 那么后来呢 最终这个吉普呢 是被这个吉普公司给注册了 把这个商购注册了 所以呢大家呢 现在也是约定苏诚的 本来就是把这个威利斯 就叫你吉普 好 这钢板坛坛坛长得跟外观很像 形式上 因为他当时要求 好像是40天就必须要出这个车的这个辆车 所以呢 当时呢 他是把了一款这个 所谓的这个 咱们说的这个工具车吧 比如说一个卡车的地方 可以直接就移植过来 当时这个设计这个车的公司叫班塔姆 这个公司很厉害 40天的车 那么就经过了美国这个军方的这个测试 各项测试 但是因为他公司的生产能力 达不到军方的要求 那怎么办呢 可能就分成了三家 最后生产这个车 就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吉普公司 福特公司 所以真正的班塔姆公司到最后就被 淹没在历史上 那辆三菱的是吧 这是三菱的 这个三菱的这个吉普呢 它是二战结束后 是由这个吉普公司授权 这个三菱公司 给了它图纸 然后呢 它完全按照吉普的图纸来生产 那么它跟这个车呢 外观上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它有一些区别的 因为它是不同的年代嘛 它有一些不同的一些小的细节的变化 但是大梁 悬挂 发动机 就这些主要的核心的部件 都是一致的 都是一致的 而且我不知道大家这里没注意 这小家伙有一个脚盘 大家看到了吗 这是一个机械脚盘 这是一个机械脚盘 也就是说什么呢 也就是说它除了具有这个四十七度以外 它除了具有咱们常见的四驱车的 这个所谓的前传后传以外 它还有一个单独的一个传统车 这个传统车呢 能直接给到这个脚盘 然后呢 这个脚盘呢 可以呢 起到这个 怎么说呢 不但能够救援它自己 而且呢 还能够起到其他的很多的作用 就这个传统轴啊 就这个东西 它还能起到 比如说 一些农用机械的作用 就我看过一篇文章 当时介绍 就是说美军的一个小技术 当时当地农民 好像意大利的时候 打到意大利的时候 说当地呢 说是这个 一个农用的一个生产社别 那美军呢 直接用他们的小技术 直接用这个东西 就好像就给带动起来 然后呢 就 所以说这个车呢 等于是身受 基本上它是身受全世界 这个东西啊 它是为了防止这个机盖 标起来的时候 防止它跟这个基础之间的 这种摩擦木状 所以呢 它等于相当于缓冲框 那么最原始的 当年那么这个生产设计的时候 它不是这种海绵 那么这海绵后家 其实就是一个小木框 就是一个小木框 然后在这个车里面 你能够看到的东西 基本上就三种材料 铁 炮烧钢 木头 还有就是帆布 就是最常见的三种 而这个 你可以看一下它的改变 这就不一样了 它是在这儿设计了一个 缓冲框 缓冲框 大家注意到了吗 那么这个缓冲框 它就是相当于有两个功能了 第一 我击一个 把它撩起来的时候 那么 不会进行 进入之间不会碰撞 那么第二个功能 大家注意了 就是把这空框 我可以放到 封框放到的时候 我可以把这封框 它也直接 它就可以摆平 大家看到吗 这就是放到封框 封框的这个回忆 看到吗 把它做在这 在电影里面 可能有一些电影里面 大家能看到 这个机骨是没有封框的 人直接在这里做 是吧 这样可以变于快速的 比如说 它发现机型的时候 可以快速的进行处理 这两个车最明显的区别就是 三零是又多了 对吗 老李呢 带着银子 在老公那边 油山满水 好不自在 我虽然呢 在摩罕这边 只能眼巴巴的干等着 可是幸亏呢 早有准备 还记得当初修理厂里 看到的那些越野摩托车吧 光头老张呢 可不只是爱玩越野车 在雨林的这些小路里呢 真正能够玩的够嗨的 还得看这些两轮的 当时在厂里的时候呢 跟老张就聊的非常的投机 所以现在关系特别的好 一个电话过去 我们就准备背着一些买来的肉排 骑着越野摩托车 直接去到附近的山顶上去烧烤了 所以当老李悠哉悠哉的 从老挝一日游归来之后呢 我们这边早已经做好准备 就要真正去体验一下 摩罕这边最最最最最最 最有意思的原始雨林穿越了 尽管呢 我也反复去跟他强调了 就是说你的这个木马人呢 是不可能开进去的 但老李呢 还是非要坚持跟着我们一起去 甩都甩不掉 慢一点 咱们溜达就过去 这段山路呢 没有下雨 所以木马人呢 行驶起来也没有什么难度 不过要想用汽车去跟住越野摩托车的话 在这种路况下 那也真的是够费劲的 因为毕竟摩托车的尺寸呢 可以让他在这种山间小路上非常灵活的行驶 呃 即便这个开车的是技术很过硬的这个老李同志 但他还是累的满头大汗子 哇塞 根本就不考虑我们这个的感受 开的太快了 这路又窄 然后还经常有汇车 这汇车我们就得想办法在这么窄的路上就要给人家 要让出地儿了 因为他们这儿的车都是拉满了香蕉 很高 重新很高 然后这边完全这边现在都是水 整个这边都是挂壁路 这老张啊 我认识他这么多年 你看 他们就不顾兄弟情义 现在跟陈者俩人好得跟 哎 看一条过得似的 你看 今儿 为了我小马的尊严 是吧 我一定要过了几两个蛋 在这种土路上骑摩托车呢 跟在公路上骑真的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区别 因为公路摩托车呢 基本上90%甚至更多的刹车力度呢 都是在前轮上 呃 甚至你刹到翘屁股都没有问题 因为路面的抓力力足够的好 可是你用这种经验来骑这个越野摩托车 而且是在这种非铺装路面上来骑行的话 那可就真的完蛋了 因为这个越野路面上充满了什么碎石啊 落叶呀 尘土啊等等等等 不确定的因素 只要你给一手前刹车前轮一刺 立马就滑向一边了 那你肯定就是要摔车了 所以玩这种越野摩托车呢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都是要用后刹车还有用低挡位来控制车速的 只有在车身很力很直的情况下 才能够给一些些的前刹车 而且千万还不要打力 因为我参加公路摩托车的比赛呢 已经有挺长的时间了 所以每当我要减速的时候呢 都会很习惯的用到前刹车 这已经变成我神经反射一样的动作了 而现在呢在这个土路上 每当我要减速 我都得尽可能的少用 甚至不用前刹车 而改用后刹 这我觉得真的是跟我自己的这个 所谓的本能是在抗争了 在连续摔了两三次车之后呢 我才勉强把自己这种潜意识力的习惯 给纠正过来 我们现在走的这个路就是有点像在老长沟 有点像在老长沟 那么呢它只有一个车宽 它只有一个车宽 而且呢它是红土路 那么今天我们走呢 天空做美没有下雨 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呢 等于是车的辅助力还是非常好的 那么如果这个路呢 如果要是在雨天的话 那么就非常的危险 为什么呢 它这个是在山体的一侧 也就是我们叫山壁上面 等于开的这么一条路 那么它本身就有一定的侧的角度 侧的坡度 那么如果要是说下雨的时候 这个辅助力会非常的差 路面会非常的滑 你能看得到吗 我现在离那边有多高 也就是如果我这个车尾 如果要一滑 就像现在这样一边再一滑 我这个车就直接就下去了 比如说现在我们走的发卡弯的时候 如果你要是骑到了这个水冲沟里面 你就会形成交叉轴 那么在交叉轴的情况下 那么我们这个车呢 由于轴距比较短 那么往往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前轮还没有搭实 而后轮呢就已经掉沟里了 那么这会儿就会形成什么呢 就是我们形象一点 就会形成这种 叫狗撒尿的这种情况 那么就是说 我们这个车就会变成上下不得 而且呢 他会由于后轮呢 我们辅助力比较大呢 他会打横 那么在打横的这种情况下 车辆由于这个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坡度 甚至有可能会测翻 那么如果严重的话 如果要是说往轻的说的话 那么他可能会对我的传动物件 会造成损害 比如说 他可能会把我的传动轴给撅断了 或者说把我的十字节给切断了 等等 不过没关系 咱们是谁啊 对吧 他们 先让他们先得分 咱们看 谁能下到最后 来 Go 这种 我们看很多东西 骑得更加而已 我们呢 就是很少骑车的这种 第一次来骑车 他也能骑得很好 他有这方面的挺好 嗯 但您也不错 第一次业野车也能骑到这样也不错啊 谢谢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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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张哥 谢谢大哥 谢谢张哥 真的不错 然后这边过去上去以后我们要走的路基本就只有那么宽 就这么宽 车都走不了了 就必须得摩托车 刚好够一台摩托车走 我觉得我小马应该能走 是吗 走不了 咱们读晚饭 今天晚饭 红牛 不用 我和我们箱里全是 两千红牛 没问题 好啊 你要开上去了 我不就把把铃给你送回去了 可以 如果输了把那小马留下 直接 怎么样嘛 我输了你就把铃开走 东西张哥要多了才能把人 谢谢 谢谢 好像没路了 大头了 没信 这条路肯定没信了 肯定走不了了 这个现在有一个跟我车头帮一杠一样高的一个台阶 然后上面就只有一个摩托车能将将能走的一个小窄道 叫金树林 我先去看一下 这儿坡的有多陡 说啥都拉不 不过没关系 咱们还有备选的东西 我可以从前面抄过去 小CASE 就这样 来了 走 咱们换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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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gedra 或�� 不 它 哪 Hop ula 靠 musician 克 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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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知道的一条隐秘的小路 啊 咱们那是从这条路咱们也能到山顶 知道了 叫他们咱们不等咱们 啊 想甩着咱们不可能没信 知道吗 啊 放心吧 哈哈 那您一定要慢点就咱俩人万一 是不是 不能够放心吧 啊 这个开慢了行吗 没看老张他妈都背着肉上去的 他们一帮人 你说咱要开慢了到上呢 他还不是断了他没吃光了 那白老师 这来说拍点动态 拍什么动态呀 先追着你再说 等那个 等拍完动态就别吃了 回去再说 回去再补吧 我看 嗯 这边是个悬崖啊 嗯 OK 过了 走 走 到了 借起开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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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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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在罵我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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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